在測試過了之後 它的剪接就是這樣簡單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在這裡 其實呢我有把剛剛的快速鍵 這裡 我有稍微講一下 你首先在編輯的時候要會的快速鍵就這幾個 剛剛我們有沒有學會Delete 對不對 Enter 都有了 好那 另外一個你還沒學會的就是怎麼播放影片 我們要播放影片的時候呢 我剛剛是很辛苦的還要跑來這裡按對不對 其實不用那麼麻煩 對的如果老師覺得這樣太小可不可以放大一點 可以的喔 有沒有 你可以放大一點 你來這裡按雖然可以 但是你可以按下什麼 鍵盤上最大的那個按鍵空白鍵 有沒有這樣比較簡單 對不對 按一下播按一下停止 那你可以按TAV也可以 所以 TAV的話他就是只有一個段落或者一句話 那我們如果是空白鍵他就會一直撥下去 有沒有 而且老師有沒有發現 我點到哪一句話 影片有沒有就切到那裡 這樣有沒有感覺 看影片做筆記變簡單了 哈哈哈 好就是他會對到那句話 這樣我們在找的時候就比較方便 好所以這個是我們在用博助剛開始的時候是最方便的 事實上呢 他本身 最近的改版 他連錄影都可以 所以 老師如果你本身不要像我們剛剛一樣在 那邊錄影 可不可以在這裡錄影 也可以 只是他沒有那麼花俏而已 好所以其實都OK 好所以其實都OK 那我們現在就自己真正來用剛剛自己錄的影片來試看看好不好 好我們來試一下你看我錄這邊 我就從這裡 左上角 有沒有一個新項目 按一下 他就問你了 如果你 已經準備好的話 你可以找 左手邊的這邊 你已經有一個影片了 我已經有一個聲音檔案了 甚至我用手機錄好了 直接掃個QR Code 就把你的檔案 從手機傳到這台電腦 這個不用安裝App 這樣有沒有很方便 好就是直接 透過 因為有很多人會用手機錄影嘛 錄好了就放進來就好了 對不對 只是這個就看你網路的速度 或檔案的大小 好那萬一 如果你沒有錄好怎麼辦 右手邊 自己 用他來錄影 或者呢 你就給他一個文字 用AI幫你唸出來 你沒有發現最近 走到哪裡很多都有AI講話的嗎 語調就是有點乖乖的 你就知道那個不太像人 好那 你想看看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影片了 那另外一個我問一下各位 請問 你有沒有做過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也沒有錄音檔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這裡有聲音了嗎 會議紀錄有些時候我們不是要把它抄成那個嗎 文字卡嗎 對不對 如果你錄得夠清楚的話 其實叫進來 辨識之後 事實上效果是還不錯的 怕的是 錄得不清楚 那可能就比較沒辦法 這樣您了解的 OK 所以我現在就點這裡囉 因為我的影片是不是準備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桌面上 好就是這裡 打開 這個時候他就問你 你講的是哪一國語言 他要導入Google 去幫你做這個語音的辨識 我就按確認 那我們順便跟各位說明一下 剛剛是不是有請大家註冊會員 如果你沒有註冊會員的話 這裡有寫 有沒有一個月有90分鐘 可是你註冊了之後 他目前就是沒有限制 你用幾分鐘都可以 這樣了解嗎 好所以現在你看我就是開始 上傳上去了 等到上傳好了 欸 各位 有沒有感覺到 我的已經辨識好了 可以看看好不好 來我們試看看 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影片 錄製剪輯 這是我的片頭 對不對 好那現在我就要正式進入到 我們客廠 好 這個是我第二次錄影 這是我的第二次 那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麼 我們真正在錄 就是 轉錄出來之後 有可能 你上面的字幕 有沒有可能剛好跟下面一模一樣 不見得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 除了說字 本身有時候我們講到一些專有名詞 會不一樣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的斷點 比如說我這裡講 第二次錄影 可是你雖然看到這個 可是有可能他真正的聲音 講出來的時候 可能是往後退一格或兩個 這樣了解嗎 這個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聽一下這樣子 這樣OK 來我先讓大家把你的影片匯進來 好不好 來 來了之後 那當然你剪接的方式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個就沒問題 對吧 那你看字幕這邊 字幕這裡 他有他的那個格式 你可以選擇在這裡 我要用什麼字形 字多大 然後那個邊框 那個樣式都在這邊 你都可以直接設定 你可以針對單一個影片做 也可以做全部的 一起設定 好 那 請問老師 如果你懶得用字幕可以嗎 可不可以我不要 就是我剪輯的時候有字幕比較方便對不對 但是我最後影片可不可以不要輸出 您知道我們YouTube 是不是字幕可以分開上傳 我可以自己選擇要開或要關 如果你現在是用這種方式的 他是把字幕壓在影片裡面 萬一制錯了 是不是就要重新發佈一次 所以如果說您覺得說 我的影片是不需要押字幕的 那我可以 選擇我的字幕這邊 我就告訴他我的字幕不要顯示出來 你看我把它關掉 而且你關掉之後你有沒有感覺右手邊 好像只剩一排 我們剛剛原本就是兩排 但是我比較建議大家就是編輯的時候還是有 你看的會比較清楚 好 好 這樣 您了解了 好這是第一個 那 有了這樣的概念之後 那我們 一開始是不是在這裡 可是如果你希望有一個片頭 像我一般來講 對了 如果老師你要找到我的 部落格的資料 在我們簡報第1頁右下角 有沒有一個數文老師 這裡有個連結 你就可以連結到我們家的部落格 好那 另外呢 我有YouTube頻道在這邊 還有呢 跟大家比較有關的是這個網站 叫翻轉教學現行記 因為 這裡面呢 我有整理了很多 比如說老師在遠距教學的部分 在螢幕繪圖的部分 在 螢幕錄影的部分 或者互動的部分 這裡面都有 那我可以很肯定的 裡面每一篇文章 都我自己 親手寫的 呵呵呵 所以整理有蠻多 如果你有興趣 都可以到這邊來參考看看 好那麼 我們回過頭來 就是說 剛剛在這裡 像我在這邊 我的 很多的教學影片 我都會有一個片頭 比如說您看到這裡 這段比較沒有 我找另外一段 好Windows 11 我現在都會寫文章 然後再加上一段 有沒有 影片 那我播放一下 您看一下囉 有沒有一個片頭 有沒有這次我就用圓圓的 對不對 我先有個片頭 那老師您仔細聽看看喔 有沒有發現我還有個背景音樂 有沒有注意到 有對不對 所以 我們用 佈入的話呢 你這些都做得到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你看在這邊 你找到這個插入這裡 好大家你看一下插入這邊 有沒有發現它可以 有一些 設計的文字 那也有 圖片 影片 甚至他也有送你一些免費的圖片 影片 還有背景音樂 音效 通通都有 那如果你要像我剛剛一樣有一個 片頭 我就可以插入一個叫空白的片段 按一下 有沒有多一個空白的跑出來了 那我把它移到上面去來 我把它往上移動 好 那我在這裡我就可以插入 設計文字 你看 右手邊 有沒有很多都幫你準備好了 甚至連對話的方塊都有 對不對 他跟你講這些你都可以安心的使用 因為沒有 沒有什麼 版權的問題 所以我按一下 有沒有標題就進來了 那我就在這邊貼上去 有了 然後我就來加個 背景音樂喔 你看 按一下背景音樂 那預設的話呢 他會套用到整個片段 可是我只要在這一個 我就告訴他 請幫我套用在 現在這個就好 好 那我從下面 來看一下 有沒有聽到我剛剛那一首 你知道我很偷懶了吧 好如果就要這一首 我就幫他插入 好你看進來囉 有沒有 我套用一個 聲音 是不是在這個片段 那聲音如果就要大聲一點好 開大聲一點 那我後面這裡 這裡可能就不能 那麼多了 對不對 我按一下背景音樂 我們再聽一首 很輕快嘛 好那一樣 這個時候就整個片段加進來喔 插入 好你看 我整個片段都有 但是 因為我剛剛第一個片段是不是已經有一個音樂了 我就告訴他 你要從 第二張投影片開始 這樣子用這個去設定範圍 然後呢 你不能那麼大聲 你看 我現在先播給你看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是我太大聲了 對的 老師太大聲 可不可以變小聲一點 可以啊 你看這裡 我可以針對 全部的 或者是怎麼樣 單幾個 假設我針對全部 我先不勾 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效果 你看 你看看這裡 有沒有調整音量 我來這裡調一下音量 跟他講 廖老師不要講那麼大聲 會嚇到人 這樣就好啦 關閉 我們再play一次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有沒有老師小聲一點了 錄製剪輯 但是這樣背景音樂是不是太大聲 我就可以來點到他 背景音樂你小聲一點 這樣老師你了解意思了 所以 像這樣子有沒有簡單 那我們有時候 還會有種情境 就是什麼 我在錄影的時候 這個是一種過程 比如說操作影片的 比較冗長的過程 我們在看那個綜藝節目的時候 在轉換場景 你有沒有發現他們快轉 這裡也可以 比如說我們就希望 廖老師 這幾段 你不要再講了 我也剛剛已經聽很多次了 我勾起來之後 一樣在效果這裡 有沒有快轉 點下去 你就跟他講 你要全部還是這個 我要轉幾倍 兩倍 好所以我原本6秒鐘 加倍之後是不是只剩3秒鐘左右 3秒半 那我們先聽看看囉 好這一下 這樣可以吧 但是一般來講這個時候我的聲音 我就會調小聲 或者就乾脆靜音聽背景音樂就好了 這樣是不是你看 雖然他不是那種很標準的 剪接影片 可是有沒有在我們做 這種語音的 影片的時候 就很方便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您可以稍微試看看 我們剛剛在哪裡 第一個 你可以利用空白的 做您的所謂的片頭啊 或者中間 你可能中間有那個不同主題 我就可以這樣加入一個 那接著就是你可以插入背景音樂啦 音樂或者他裡面也有送你的 這些圖庫 影片 通通都可以用 這些 通通都沒有版權問題 這樣OK嗎 好來我先讓大家練習一下 我們不要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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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